為什麼我們要去學古氣候 我們要擔心的應該是明天天氣要怎麼改變 未來的氣候要怎麼變化 為什麼要去知道以前 常聽一句話叫建古之經 那藉由重建過去了解過去 那有時候可以幫助我們去解決未來可能面臨的問題 我們從古氣候上面所學到的教訓就是說 我們現在其實整個地球的氣候已經 就是二氧化濃度變化這麼快這麼高的時候 這表示我們已經破了五百萬年的紀錄了 所以我們一次會強大一件事情就是說 我們現在真正碰到的問題 並不是二氧化濃度太高 或者是氣溫太高這件事情 而是我們今天因為人類活動干擾 造成大氣中二氧化濃度上升的速度太快 地質或者古氣候這種東西 它對於一般人來講會比較陌生 在我們現在的課綱裡面它也比較少 所以我們變成會是說 一般學生他可能對這個會比較沒有那麼多的興趣 或熱情 所以可能老師們一開始要先從 吸引他們的動機著手 然後我們現在有一個還不錯的介入的點 就是現在因為有全球暖化 或者氣候變遷這些議題 所以老師們其實是可以先從 介紹氣候變遷或暖化 這一塊去著手 讓他們先了解 目前我們遇到哪些氣候上的問題 那氣候上這問題我們就可以再引導他們去思考說 那這些問題是不是只有現在才有 以前有沒有 那如果我們要解決這些問題的時候 我們有沒有辦法從過去的歷史資料裡面 找到可以跟現在對應的一些資料 那這些對應的資料可以幫助我們去瞭解 未來氣候可能變化的趨勢 所以這時候學生理論上他就會有一些比較多的好奇心 接著我們可以再導入一個就是讓他們去思考 那我們未來人類會碰到哪些問題 或者是我們遇到什麼樣的情境 既然氣候終究是要改變的時候 那我們現在有沒有辦法做一些預防的措施 來去做一些改變 這個我覺得是 如果學校老師們他們對這個議題有興趣的時候 他們其實是可以嘗試從這塊去著手 台灣畢竟還是以升學為導向的一個教學制度 所以我覺得可能老師們也可以善用那個自主學習的時間 然後去做一些更多的發揮 很多時候大學老師我們也很有熱情 或是很有這個意願要去幫助一些教學 但是我們有時候不見得有這個管道 學校當然不管你是國中國小老師 或高中都要老師 有時候老師們如果自動來跟大學老師們做一些聯繫的話 或許也可以得到一些討論跟一些協助這樣 late last night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